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ain函数里面 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的流程 我们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demo的一个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就是功能给大家讲到 首先这个功能是我们要去实现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发送 以及数据的一个接收 并且要实现我们这个通过这个Key 0 来实现一个组成模式的一个切换 因此实际上这三个步骤我们不一定按顺序来做 我们在我们这个Y1这个循环里面 我们做首先做Key 0 通过按Key 0来实现组成模式的切换 然后再进行一个数据的收发 这个没有一定的这个顺序 好首先呢 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下我们这个main函数的这个操作流程图 好首先呢就是检测按键 我们检测按键 我给大家画一下 首先就是检测我们的这个按键 检测到我们这个按键呢 当前是否是Key 0这个键按下 当前是否是Key 0这个键按下 如果这个时候检测到我们这个Key 0按下呢 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事情啊我们这个做一个主重模式一个切换啊 并且在切换之前呢我肯定是要判断我们当前是处于哪个模式 是主模式还是重模式啊如果是主呢就把它切换成重 如果是重呢就把它切换成主 然后切换完成以后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做一个事情 就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发送 并且要判断一下是否当前到了我们这个发送的这个次数 我们是每次这个Wire循环50次的时候 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发送啊发送数据啊 并且是判断我们这个当前技术是否到了50次 如果到50次呢就发送数据啊 如果这个时候没减到Key 0呢 我们仍然会去做这个发送数据的处理 好数据发送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接收到数据是在哪处理的呢 实际上呢我们下面还有一步我们要判断一个状态啊 就是我们这个USART的这个State这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这个变量呢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通过这个状态判断我们是否有接收到数据 而这个状态是在哪改变的呢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UART的这个 UART3的这个handle里面中断处理历程里面 在这个中断处理历程里面呢 如果我们发现啊我们会去处理这个USARTState这个状态啊 如果有收到数据呢我们会把这个状态改变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Main函数里面判断到我们的状态发生改变了呢 这个时候就会去做接收数据的一个处理 接收数据的一个处理 我们这个时候会把这个接收到的数据呢 通过串口和显示屏打印出来 做接收数据的一个处理 好在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会回到我们这个Wire1的开始的地方 重新去检测这个按键 好我们整个代码的流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首先去检测我们这个按键啊 大家看检测到我们这个按键啊 这个时候已经检测到了啊 检测到这个按键以后呢 那么我们会去得到啊 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角色 好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这个AT指令啊 对我们这个AT指令就是查询我们这个角色 这个AT指令的一个实现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具体来说 就是这个AT加上Row等于问号这个指令 然后还有一个回撤啊一个回撤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指令的一个实现 这个指令呢这里面呢就不给大家多讲啊 大家大家下来呢自己去把这个指令呢 把这个代码看一下 然后自己把这个代码写一下 就是对这个指令的一个实现 好然后我们检测到这个当前的啊 我们的这个角色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他啊 设置设置他的一个角色 就这个时候要就设置他的一个角色 好 大家看啊如果这个Key啊大家注意这个Key是个返回值啊 如果返回了这个Key是0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把他的一个设置 设置成这个AT加Row等于0 实际上就是把它设置成一个重模式啊 然后如果我们检测到相反 我们检测到它是一个重模式呢 我们就把它设成一个主模式啊 然后最后在显示屏上显示我们当前这个状态啊 并且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每次设置完成以后呢 都要对这个模块做一个复位处理 因此呢这里面要做一个复位处理 大家注意这个函数啊 hc05 setcmd这个函数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函数啊 通过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相关的这个AT指令 我们把这个AT指令做一个支付串 我们写到这个参数里面就可以使用这个函数了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好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呢 大家看啊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首先要把这个 key 把我们hc05的key这个管角呢拉高 只有在拉高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入这个AT指令这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我们才能进行AT指令的收发 好 拉高以后呢 就是我们发送 发送我们的这个AT指令 发送我们具体的一个AT指令 发送我们具体的AT指令 发送完成以后要判断我们这个AT指令是否有返回 并且返回的数据呢是否 是否有数据 返回也是是否能读取到数据 是否有数据 并且这个发送的数据呢 必须是正确的 正确的应答呢是个ok啊 因此呢我们判断第一个字母 是不是o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句话就是判断我们这个第一个字母 是否是o 是否是o 好 如果判断是ok呢 那就说明我们当前这个AT指令呢 是发送成功了的 并且接收到了ok 这个正确的一个返回值 返回的这个数据 串口返回的这个数据 然后然后这样子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指令的设置呢 是成功的 并且我们可以设置一个 从事的一个次数啊 这里面设置成一个0f 设置成了一个0f 好 整个这个hc05c的cmd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把这个代码写一下 不要就是光看我们这个实验的这个代码啊 自己下来 自己把这个代码写一下 这样子呢 自己的印象才会更加深刻一些 让大家注意 大家在写这个函数之前呢 最好能像我一样 把这个整个流程图画出来 把我们这个代码执行的这个流程图画一下 然后把我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图呢 变成我们的伪代码 伪代码 然后这个伪代码呢 伪代码写完以后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代码 对应到我们具体的代码 这个时候伪代码就可以变成我们的注释 具体的一个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伪代码就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注释 因此呢大家这样写呢 就会显得条理呢更加分明一些 而且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写完以后这个注释也有了 很方便的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这个HC05C的CMD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看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发送的 这个我们发送的这个函数啊 首先我们这个刚才讲了 之前有一个计数啊 计数到50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发送 我们发送呢 发送什么呢 大家注意这个s.f呢 是我们把这个数据啊 我们直接打印到我们的串口 串口上啊 这个串口是连接到我们通过开发板 连接到我们的PC上面的啊 然后我们这句话呢 是显示要发送的数据 好 然后我们关键的就是这句话 直接通过这个串口3 做一个发送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u3.f呢 实际上是一个串口3 做一个数据发送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 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个u3.f呢 就是通过串口3发数据啊 直接啊 使用我们这个 它自带的一个酷函数 相当于把这个酷函数 做一个修改啊 做一个修改 然后把我们要发的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usrt3txbuffer 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里面去 放到这个里面去呢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usrt getflag status 来判断我们发送是否完成 我们上次的传输是否完成 如果完成了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u3的数据进行一个发送 并且它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的啊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的 好 这个函数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u3printf直接来用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的这些 vastart还有这个vsprintf呢 实际上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酷啊 这些里面的一些酷 我们看不到的 然后这个具体的意思呢 大家可以去百度去查一下 百度上面都有啊 然后不清楚呢 可以下来再问我 好 好 我们这个数据发送的这个处理结束完成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要去判断啊 我们当前这个标志位 usrt3 接收的这个标志位啊 是否啊 表示收到数据了 我们 这里面大家注意都写了个01800啊 这样表示实际上是很不规范的啊 嗯 这个8000谁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之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串口啊 讲我们这个串口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给大家 讲了一个地方 我这给他改了一个红定义啊 实际上就 把这个uart3reservefinishflag 我还加了一个红定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在这个main函数里面去使用这个红定义呢 如果我写在这个地方肯定是使用不了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到 我们这个usrt3的这个头文件里面去啊 就是usrt3.h这个文件里面去 我们再找一下 好 这个文件在这儿 好 我把这个定义呢 写在这儿 实际上这个1啊 左1数位啊 就是01800啊 实际上这个01800呢 就表示我们这个已经接收到了数据了 好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main函数里面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好 我们在main函数里面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红定义 好 直接和他相遇 做一个语操作 做一个语操作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和他做语操作以后不会0 那么就表明我们当前已经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显示 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显示 这个时候把数据显示在哪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把数据呢 显示在我们这个显示屏上啊 显示接收到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啊 我们得到数据的长度以后呢 在最后一个数据啊 最后一个数据的末尾 我们给他加一个0 表示这个数据的一个结束符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uacrt3rxslate呢 这个状态呢 我们把它制成0 像这样显得也不太好啊 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uart3-rev 我们写一个空吧 empt1 像就表示我们这个接收已经为空了 我们已经把数据处理了 好 这个地方没定义啊 我们把它定义到我们的这个 uacrt3里面 好 我们直接给它定义一下 好 就是0 这个表明的数据没有数据了 已经处理完数据了 清空 清空这个接收缓冲区了 这个可以写下注释 已经没数据了 这个表示数据接收完成 这个表示数据接收完成 实际上在这个对应的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红定义改一下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红定义改一下 这样子呢 用了这个红定义以后呢 首先通过这个红定义啊 我知道这个这一串数啊 当前的这个标志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其次 我如果想去改变我们这个状态的具体的值呢 我们直接改这个红定义的定义的 这个后面的这个值就可以了 不用每个地方都去改 这样会很方便 大家在编码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的细节啊 这些小的细节呢 如果在这个代码复杂很复杂以后呢 这些小的细节呢 会帮助你啊 以后不管是写代码还是看代码 都会帮帮助你这个提高你的效率 起到示范功倍的一个效果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处理呢 就完成了 然后最后把这个技术加一 把这个技术加一 好 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就完成了 下面呢 给大家啊 下面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演示 好 首先我编译一下 好 这个编译时间稍微有点长啊 好 这个编译完成了 下面我把这个代码呢下载到我们这个开发板上啊 并且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代码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现象啊 好 编译完成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对我们这个整个编译好的这个二进制文件把它下载到我们这个开发板里面去啊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把开发板和我们的电脑通过我们这个仿译器连接好了 并且呢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已经连接在我们这个开发板上面了 好 我直接点这个load按钮啊 进行一个下载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已经下载完成了 下载完成以后呢 我们去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摄像头啊 好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摄像头 拍的这个显示屏呢 已经有显示了 这个上面的文字有些看不清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个同学们下来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上面显示的什么内容 实际上上面显示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个已经把我们这个HC05啊显示已经初始化成功了 但是呢 当前是属于一个重模式啊 并且呢 属于没有连接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用我的手机和它进行一个连接 这个手机呢 我用什么工具呢 我用我们这个串口蓝牙助手啊 这个在网上可以下载 如果同学找不到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APK提供给大家使用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我们这个我这个手机上的这个串口蓝牙助手打开啊 把手机放到这儿 好 打开以后呢 它会提示我去连接设备啊 那我们就选择连接新的设备 然后我这边选择这个HC05这个设备 好 这个时候连上以后呢 大家看啊 我这个时候已经接收到数据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开发板已经向我的手机发数据了 我们已经可以收到数据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他发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发送区我们选择随便发点英文字符啊 然后点击剩的点击发送 那么发送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啊 在我们这个显示屏上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开发板接收到的一个数据啊 这个屏它有点发白啊 整个太亮了 然后这个没关系啊 同学们下来呢 可以自己把这个实验啊 自己做一下看一下现象 同时呢 这个时候如果按下K0 按下K0呢 那我们我们这个开发板呢 会把重角色转换成一个主角色 好 我们这个整个演示的过程呢 就到这儿 然后我们啊 我们这个小节呢 好 学习了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一个使用 好 下一个小节呢 我们将学习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数据的解算 好 我们这个小节先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